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不爱武装 反而爱起了麻将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原来片中他扮演一位美国飞行队教官 本身就对麻将颇有研究 因此他来到中国后 特意到冯远征和车永利夫妇开的茶楼里 切磋麻将 他等于是在美国就学过打麻将 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他一定就是到老百姓打麻将的地方 来跟中国人打一次麻将 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引子 也就是后面像宋承宪他们演的军人 就来向他请战 然后他就会给他们讲 打仗的道理跟麻将的关系 不过戏外布鲁斯威利斯 可是从没接触过麻将 这季要表现的精通麻将打法 还要学习麻将术语 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不您看开白前 他就跟车永利 现学现卖起来 他会说 腰机会说白板 其实比较经典的这个麻将用语吧 对 反正我就觉得这场戏其实非常非常难拍 难归难 没想到布鲁斯威利斯不仅功夫一流 学起麻将来也是有模有样 一点就通 难怪跟他同桌对系的冯远征和车永利 都对他的演技钦佩不已 头一两次拍的时候 他不知道在哪抓牌打 但是后面他就还是我觉得 最起码他应该知道抓牌打牌碰牌这样 我都觉得就挺好的 那还有一个他自己还设计了一些 赢牌以后或者是吃了以后的那种 就是得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听说布鲁斯威利斯来到中国拍摄 同族的其他演员别提多激动了 无论是韩国奥巴总呈现 还是内地男生留夜瞬间变身小粉丝 我从小就是看着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长大的 可以说布鲁斯威利斯是我的一个偶像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粉丝和偶像见面的感觉 布鲁斯威利斯当然不说了 那真正的国际巨星 然后能合作 第一我觉得特别好 那么大个国际巨星愿意参加 一部这样就是中国自己的 这个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电影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话说这部投资高达3.5亿的 3D史诗影片大轰炸 以1937年起 日本空军对战事的中国陪都重庆 进行为75年战略轰炸为历史背景 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和乐观精神 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班底都堪称一流 则见片方对这部献礼片的重视程度 我认为是给70周年这个献礼的 这个纪念了献礼的同时 更重要一点 我们如何把这个故事 把这个情节 把这样大的一个规模的题材要拍好